九姜那些我喜歡 因為九姜面皮較厚才可以拿出來 每一個學問都是一步一步 不能亂來 又不能直升機 中國藝術每一樣都經過這些 很嚴格的基本訓練 所以我們寫字就是那些賣紙 一刀一刀買一刀一百張 一百張方程三張 三百張寫完就寫完就寫完就寫完 寫很多很多的 這個過程是單調 這個過程是嚴肅 這個過程令到你很想放棄 但是你經過這個 這麼嚴謹的過程以後 你就會知道什麼叫做謙虛 你如果沒有經過這個痛苦過程 你以為什麼都容易的話 你不懂做人都不懂做人 我以前小時候寫信給我老爸 是被他罵到這些滑狐來的 那才開始學真正拜師 幸好房空校老師那個 房老師是中華民國 國際是去黑的 房老師是最後一代老的人 有些人選客家老一代最好的 留在香港住在北角 我和我的師兄 我的師兄其實小過我 但早我一天報名 我們兩個去學 學了是學做人 我和馮虹虎老師說我愛學選客 我是客人 他說不行 先寫字 我把寫字的基礎打穩了 這樣再回來 所以我們的圖章裏面 有筆在裏面 又開始又收尾 一看到會看到 就是印中有筆 年輕人不接觸到 我覺得失去一個機會 我們這些就是 最少給他種一個種子 給他看了他喜歡 這個種子種下來了 種一顆種子 讓他們真的到某個階段 自然而然會想回 我都是這樣 我小時候 你叫我打死我 我都不肯 我看我老爸 我老爸寫的 我會記回 又到差不多四十歲那年 你要四十歲才學 但是現在八十都有四十年 我一起床 一有空 瞇瞇瞇瞇瞇的時候 你最好是寫字 因為有一段時間 瞇瞇瞇瞇瞇是浪費了的 但是你寫字 立刻就會集中精神 立刻就會集中精神 所以 我在我不想容老的時候 我會寫字 你不覺得去的好 等到有一天 你坐下來 你寂寞也好 你困擾也好 有甚麼也好 你就寫幾個字 已經是 好過你去看心理醫生 香港的精神就是 香港人 好知道一個感覺 都會裡面 生活是很不容易的 它會遇到種種的困難 它會生存下去 它一定是自己的智慧 總之都是好像寫字 這樣幾刻苦來勞 你一開始就想做藝術家 是永遠做不成的 藝術家是 甚麼家甚麼家 是以後的人 告訴你 你一想做甚麼家 你就入死胡同 你就拼命 想怎樣出名 你到那個時候 賤而言 別人覺得你到位了 不是叫你甚麼家 別人給的 不是自己封 不能自己封 藝術是藝術 其實是做人